今天必談聚集兩輛消防車 就連救護車也到場戒備 大陣仗還以為發生意外 原來是看好天氣變好 有民眾悄悄跑來跳水 就是我們消防區立即到現場 但因為跳水的時間非常短 所以民眾已經沒有找到這個民眾 我們也正在了解跟受診症 氣溫回暖在新店壁潭這邊 就出現了不少的跳水客 但其實在旁邊的岩石上 就已經有清楚的寫到了 禁止跳水 而當地的店家就有提到了 其實這裡的水深深淺不一 不太適合跳水 再加上旁邊有民眾 在華獨木舟天鵝船 目測五層樓的高度跳下來 重力加速度 衝擊力道很驚人 萬一距離沒算好 不僅自己會受傷 恐怕還會波及到其他 從事水域活動的民眾 因為怕這個 可能水會不會太潛什麼之類的 因為剛剛有 有一點在稍微擱淺在旁邊 野獸遊客會 天鵝船在那邊滑去 不一定會注意到 其實感覺蠻危險的 其實觀光局在民國100年 就公告地毯禁止跳水活動 如果民眾違規跳水 可以依水預修器活動管理辦法 開罰3萬元 提醒民眾切勿以聲釋法 特別新聞 張明如一品節 台北超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